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本期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拳七段 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盘棋给您带来的是由一位网名叫adome atomy 踏直黑对战master的盘棋 这位棋手我们也不知道他真实中是哪位的职业棋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这个adome是直黑 对因为确实在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 有很多高手们他们有些是愿意告诉你他是谁的 有些我们也不知道 对有些高手们身上不露 他怎么也不告诉你 他自己偷偷摸在那下 跟各种高手交流 我们看到这个企业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然后master不愿意硬 直接挂脚 这也没什么主要是下部下一个很出彩 双方眼睛也是我们都知道你居然不硬 对我们继续攻你 下一步他飞压在这 对他们两个真空相对 就你居然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我也不理你 这个脾气都很大 就是这个时候飞压我不太确定就是他怎么样去思考 首先这个棋呢 其实我觉得爬是可行的 就白黑的 但这时候希望不要跳 因为你跳的话这边白就出来了 我就继续爬 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如果是爬两下的话 把这边控制住 master是怎么样构思的 这个棋 我们看到上面暂时没事了 你管下来 我们就活脚 上面是安全的 然后这边不管怎么说 白棋睡也能活 但是请问会看到总没有黑的活得多大 这个棋好像黑棋爬应该是能下的 我更觉得 直接走应该不太好 直接走的话 我们看到挡脚的话 你还得画出几点 这个棋速度有点慢 白棋就可以拖先走别的了 就互相转换了 实战的黑棋下的非常的勇猛 非常勇猛 黑棋冲断了 他意思就是说我这直接又跟你引来了 他想就是说通过战斗这边获得一个先手 然后飞接了 对 其实跟爬也是思路是很 近似的 只是采取的方式完全的不同 一个是比较稳健 一个是非常的勇猛 对 还喜欢 对 其实这个地方 全部看来直接冲断肯定是占不过白棋的 如果是你能够占获得便宜的话 那这个飞压的定势甚至就不存在了 那只要一飞压你冲断就好了 就是黑棋的目的是不在这个局部的 请我们要注意 它其实对它走到这以后它其实也是要拖鲜的 这样的话白棋得补这 因为这有个打的肠 然后它就能做活 这是一个健合的肩 它一定会活脚 对活脚 但是似乎我觉得Musk对这个局面是满意的 从下一步骑就能够看出来 下步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内涵 是这手吗 对 跳起来 对我相信大多数的职业骑手 如果看不懂 因为暂时骑黑白棋是安全的 对 为什么不反正活了 它跑出来加一刀感觉效率不是很高 不是 这个肯定是举时矚目的打场 对 这个感觉 我们看这其实也蛮多的 这还有个拆二对不对 这边已经先拆二了 其实白棋不是很担心黑棋攻 为什么要走这 我觉得唯一的理解 就是它觉得这个地方不大 就是可以让你吃 这时候它觉得它已经可以接受了这个局面 因为正常这步骑是看起来蛮有点缓 对 它这个不会又是优势意识吧 黑棋一定点了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步 它主要可能还是一个连环拳 主要是这个地方它觉得它没有完全死 对 然后就是再下一步 就这步骑 可能当这个 这位职业棋手下手 可能你看你飞我也飞 可能我觉得有点无神经期 这步去可能是个疑问手 我觉得 这个飞是吧 意外的是一个疑问手 因为我们看到白棋猜过来以后 这两个字太尴尬了 我们看到 我觉得这两个字 就在职业棋手的眼中 基本上属于后手死 就是对方不去管你 你自己待在那 然后他自己人家去下别 下过去就死了 对 有没人搭理你吗 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铁壁 这边拆完这边也是个铁壁 这叫无疾而终对吧 对 你从这出来是 全部说那我跳你怎么吃我 不是你跳是能活 不是你想干嘛 就你从这个夹缝中出去 我们看到非常的痛苦 总这也没有几不及 那你不管它呢 以后黑白棋一定是在外面扩张 以后你可能自己就 自己就死了 就这个地方如果算死棋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块空气是意外的大 因为这边是一样的 其实白棋很好理解 一人一个小黑手脚 这边肯定是一样的 黑棋是这两个脚 这个脚我们假定算一个贴木 可能还稍微弱一点 黑棋的大饼只有这个脚 大概不到二十目 和白棋这一块来比 对不到二十目 白棋如果算这个两个字 你不会跑的话 好像远远过二十目了 所以白棋好 而且还有无穷无尽的潜力 其实这时候 这不其实意外的疑问是 我觉得整盘起 这时候无论如何 我觉得应该下这 就是步调再大一点 不是 因为刚才是无计而终了 对 还是要接应一下他 这个我们是要成功的 把这两个兄弟送死 送死 就逼他吃我们 就是逼他吃我们 就是你不吃我 比如说下一步 就算你脱先 我逼你吃我 我不能让你不吃我 就你吃完我以后 你不就没有潜力了吗 你比如说你跳 我再回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好判断了 其实就还没有完全死 你大概不到二十目了 这样就非常好判定 其实这步其实意外的大 而且我们看到 黑棋其实以后 起来以后还有模样 这其实还有借用 如果你 这时候我觉得白棋不太能反抗 反抗的话 这地方 盖过来 白的很头疼 就算不盖往飞一个 你也很头疼 你不能不吃了 再不吃我反吃你了 你只能去吃 你假如一吃 这个地方划清界限 就白棋子孝就没有那么高了 最关键是这步棋一走 这地方白棋不吃你了 准盘棋好像就落后了 非常的意外 就是不自觉的 就可能会导入那种落后的局势 对 因为他下这步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白棋会下这步 这步棋也是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大厂 然后他觉得他在过去 白棋是逼到这儿 对 他逼到这以后 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环拳 这个脚没有完全死 有一个套餐 以后我们给 我们待会看一下 对 然后据说是漏这 漏这的话 这步棋又是一个非常规的好手 非常的 对 就像漏在这里 我们一般情况是顶或者是尖 对 简单给青梆介绍 如果是顶的话 大概就飞出来 飞出来 对 这样的话 局部当然是OK的 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后面这个地方存在 以后我们再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的潜力很大 特别是上面很大 这样的话 它联系不上了 就白棋的后势暂时用不上 有点可惜 全部会问到我这样压迫它 行吗 或者这样 这样的话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原点 就是我觉得Mask下棋 它比较这样 它很注重的是针先手 比如这样的话 黑棋一定是先手 我不管是跳 还是从这边过来 甚至从这过来 虽然这个局部看起来 白棋更完美 但是白棋会落一个后手 它下这的目的 我觉得非常的明确 我要针先手 对吧 你不走 我回头能吃你 你不管活在哪 我都不理你了 我一定是先手 比如说你肩 我挡上 你跳的时候 我肯定就不理你了 对 我是没有刚才下得好 但是我全局好 你看我这边就 估计到这边 如果你不走 我回头吃你 这个也等于是白下 回头吃的话 这个怎么吃 就肩个脚 飞下来就好了 飞到这 对 截断它的规度就好了 这样就是死的是吧 居不居活不了 看周围的场合吧 反正不死也藏了 这个棋 好 现在阿道明也是没走 他走在这 这个棋看着也是很炫的一手棋 这时候不适合走这手棋 我觉得 因为走完以后 这个姿态尴尬了 就是他自相矛盾了 本来我们刚才说 飞还有个尖角 现在飞肯定没有 就没有尖角了 尖台一跳 肯定完蛋了 这个接应 关键是他没有注意到 他可能觉得 他先把这个模样给破了 然后 这时候 Master开始出动脚步了 对 他当Master下出这个连环拳 和黄金盘棋 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觉得 是吧 走这个 他其实这步棋 已经蓄谋已久了 其实我们看 他小飞 他逼 他都是有想法的 他不是普通的小飞 你小飞是不对的 他小飞 他有这个逼 然后有这个档 我们来看 这黑机只能贴 他都有后续手段 对 这个很可怕 他先往下立 这个棋 我们知道 这个棋 黑棋绝对不能让白棋死灰复燃 所以说要阻度 对 如果你走上面 他过去的话 我们看你就全白发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四个子 好不容易围上了一个 对 他全跑了 然后我们俩空差不多 那前面不全毁了吗 对 所以说你只能去吃他 然后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白棋冲 对 他的手段并不在于 他能把这块棋走活 我想说如果这个棋一挡就活 我相信黑棋早就补了 它是要把你包起来吗 它是在于棋子 所以我为什么说 Mazda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棋子战术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局部 看似好像白棋损失很大 但其实这个地方已经黑棋不太能出来了以后 顶是个先手 已经完封你了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 然后他继续走这 这个 然后他再把这个头给你搬住 对 然后 我们现在看到白棋中府已经渐渐成气候了 对 然后你得救援这个地方 然后你墙头它贴 然后这显然不能走了 走这下面要死 你从这边突围 对 然后当你在这个局部跟它纠缠不清的时候 对 你就挖不掉 你只能过去 他把你这一拍死 我们看到这个棋 黑棋就很难过 下部只有打车 黑棋得补了一手 对 黑棋还补了一手 我们看黑棋全部的子力都集中在了下方 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是 他想吃你 你肯定是完蛋了 但这时候他还不吃你 他跳在这 这是非常大剧的一手感觉 对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是基本上封住你了 那他为什么不现在把它一个走掉呢 因为你没空走 他还有爬的关子手段 他不着急 就是说我们假定是这样 这部棋一定是能下到的 就是我们看到 给你们看 这个块空 大概是四十木棋 就是黑棋 下面是四十木 然后这还是说算一个贴幕 对 然后右边那些子 我觉得不会过二十木 因为你没空围 就没说我以为有可能有三十木 你哪有空围 你围成四十木 中间已经全是白棋 所以你根本没空围 只有二十木就不错了 所以全盘黑棋 大概是六十木左右 我们来看白棋 这两个肯定跑不掉了 对 光上面这个地方 感觉已经过三十木了 然后这个铁板 这只好有四十木 然后加一些这些虚控 这已经四十五木是有了 然后你勉强到六十木 然后我们再看下两步 再看两步 对 可以把这个弄回来 如果是你普通的轻销中间 他真的先手把这一吃 这个太大了 他已经过六十木了 你肯定是输了 所以你只能救援这 救援这 把棋在这儿煎冲 对 我们煎冲完几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了 棋棋还是全盘大概六十木 我们说中腹是四面落封 最难为的肚子 但是Master他有本事 把这个四面都给你封上 我觉得不是说他 那个的能力有多强 就是他中间会怎么样 我们先到这时候 关键是他有四十五木的本钱 你只有最多六十木 对 也就是说中间他围一点就行了 就围十来木就行了 围十来木你贴木已经困难了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说可能活一块 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你要说活到白起 连十木都没有 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来看对不对 上下左右到处都是空 这个地方 他通过攻击你随便围一点空 整个线 比如再把上面那个脚一点了 你可能盘面都输了 而且我们假定二十木 那个脚是你了 他身心上 他点个脚 你总管不了他 其实说下到这里的话 你如果再去护脚 中间肯定进不来了 你如果中间破 他攻完你把脚一点 所以基本上其实 下到这里已经 我觉得没有机会了 差距已经很大了 对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 不是说他能够围多少 关键是他不围你 你输了 这是最可怕的 就还是指向问题 对 还是指向问题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黑漆所有的 都挤在了一起 而白漆非常的舒展 那舒展的 我觉得根源 还是这一步棋 他跟着MASTER 下了一步小飞 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根源 还是在这个地方 指向太高了 其实我觉得 如果能逼过来的话 可能还要上有一站 这个棋 拆二丸 这个隐患 已经有点 感觉解消不了了 MASTER 其实真是让我们 大开眼界感觉 那好 这盘棋 我们后面 就不再继续摆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